《山海经》可谓是古今中外的第一奇书 所设内容广泛被誉为上古之百科全书 书中的山海观念 包括了华夏内外以及广阔世界的名山大川 涵盖了天下和整个世界的范围 不同于儒家经典 其中的经一指经历、经过 综合而言 山海经是上古先民对其世界行走的一次技术 《山海经》作为纵横上古万千年 神舟与万里的文化奇书 无论从时间还是地域上讲 它都不可能是一人一时一地所能完成的 《山海经》包括五脏山经、海内经、海外经、大荒经 共计十八卷 各卷风格并不完全相同 述说的内容也有很大差异 显然这是一部由古人整理的相关典籍的大汇编 这部古籍自先前古籍流传到汉代 人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读不懂其中的许多内容了 《山海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典籍 同时也是一部记录中华民族地理大发现的伟大著作 它记述着从炎帝、皇帝到唐瑶、渔顺 许多远古时代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 中华民族文明与文化的生存与发展 《山海经》是迄今所发现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伟大地理考察 4200年前大雨治水之后 率众大臣和科技人员考察华夏山川大地记录物产风情 撰写国土资源白皮书绘制国土资源分布图 并在此基础上将帝国绕辖地坡划分为九个行政区 称为九州 可惜古老的山海经图已失传 索性当年的考察内容被记录在山海经 五藏山经的文字中并流传至今 五藏山经技术有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城的47座山 以及河流258处、地望348处、矿物673处、植物525处 动物473处、人文活动场景95处 上述内容已汇入42平方米的巨化地与山河图中 从山海经中 我们能够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伟大与辉会 而且也能获得数千年前的生态环境和人文活动信息 这些信息涉及那个时代的地理、地貌、湖泊、沼泽、湿地、沙漠、山川极其变化信息 矿物分布信息 古人对颜料矿石的寻找加工促成了野金树的诞生 植物分布信息记录着气候变迁 动物分布信息记录着动物的迁见与灭绝 交易与演化 远方一国、民族部落的分布、交往、迁徙信息 以及那个时代的医药学、预测学、天文学、历史学、民族学等人文活动信息 显然,这等于为我们今天的人类增加了数千年的生存经验 从这个角度而言 山海经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